請問先生怎麼稱呼您 畢姓洪 是 洪先生您好喔 本月23號在台中的一個科技大學 也有一個學生說墜柔身亡 那後來才發覺是說 這個學生在學校長達 被霸凌長達一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教育部也有個網站 叫做反霸凌專區 那反霸凌專區裡面喔 特別有一個電話 是給大家說反霸凌投訴專線 今天上午我請我同仁試著打這通電話 您知道是什麼回應嗎 現在盲線中 從早上打 打到現在 我想我們現在就再試一下 我想我先明確講一下 我並不是要給任何人落口 但是我也要讓部長聽一聽 既然我們有這個反霸凌專線 卻一而再再也在盲線中的話 我說實在話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霸凌 被霸凌的孩子 他可能 早了很久鼓起勇氣 才講是說我來試試看打打看 要請人家來了解我的這個心聲 結果如果沒有想到一直打不通的話 對他來講會有多挫折 您聽聽看 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接通 我希望接通 應該是有接通 所以說我們有任何學生的霸凌的部分 都可以跟您這邊來做投訴嗎 請問先生怎麼稱呼您 畢姓洪 是 洪先生您好喔 有關於小朋友在學校遇到的相關事項的話 您都可以到我們這邊來做詢問 以及討論事 好 謝謝了解喔 好 謝謝 掰掰 本席肯定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 部長 我本席剛開始就已經講開中民意講得很清楚 我並不是要露氣 我也希望能夠接通